基本上這麼多年的通脹 我們都沒有什麼機會叫做加 我每年都是加自己象徵式500元人工 叫做加了 當然希望它也有五千多萬 要照顧的範圍其實很大 即是九大藝傳藝法局資助的中殊藝傳其實已經不少了 五十四個 其實分到大家 接著還要照顧場地夥伴的藝傳 其實很少 所以我可以想像到我也是差不多 對我來說我沒有什麼期望 我沒有什麼期望它不要減我 我已經叫做加了 雖然通貨膨脹所有東西都已經加了 租金都加了 但是它不減我對我來說已經加了 我最覺得難受的是 我們從事這個行業的朋友 究竟有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同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我當政府資助我們 其實不是資助我們 其實是透過我們去資助市民 在這方面我們這一幫人 或者我形容為傻人 他們願意付出青春 付出青春 我講清楚一點 付出青春 付出熱誠 而從事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 對社會作出一個回歸 為何要令到我們好像說 哎呀它不減我已經好了 為何要是這樣 但是我自己有個感覺就是 先不說怎樣運用這些錢 令到有所謂的 audience building 所謂的 recognition 先不說這些事情 有個感覺我覺得很差 因為一向政府都是這樣做的 令到大家的 discussion很麻煩 經常困在這裏 開始有些少因少為 那些藝團就會期望每一年 去到你今天最想說的一件事 是不是依賴了政府 每一年其實好像在望著 每一年一、二月 就在望著政府 是不是會給多一些 那個態度很不同 就是說究竟我們要行市場 就是鼓勵那些藝團去行市場主導 還是行政府主導 是有個感覺 開始有些這樣的 mentality 在這裏出現了 因為好像它正在改 也都我知道 如果相比其他 譬如亞洲的地方 香港政府給的資源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這個我贊成 是的 我贊成 但是那個做法是很奇怪的 你說幫不幫到 當然一定幫到 當然一真是 cash 下來真是幫到 但是你說是否幫到長遠 那你就多一個project 是吧 但是project實到實銷 是吧 這一種東西 我們營運你中小型藝田 營運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們有藝術總監 接著有一個管理的人 但是我們沒有藝術組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批過任何錢 給我們說 你可以請全職舞蹈員 好 我們又沒有技術組 因為我們沒有資源 去請一個技術主導 或者管理人 接著我們也沒有辦法 廣播我們的教育 但是他們經常鼓勵我們 廣播我們 你為什麼不做教育去賺錢 我們沒有教育組 為什麼可以請一個人 長遠去做這件事情呢 然後他的資源 現在開始說 要你簽合約的時候 寫明 譬如我給你10元 這10元是不夠你資助的 一定不夠的 寫明你裡面這10元怎麼用 譬如你請這個人 再請這個人 如果你的辦公室 只可以請你租到半年 你只可以寫你 他會資源半年 那半年你要自己去找 即是有這樣的模式 你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沒有希望對他們 因為其實這麼多年 我們其實在說 一個合理的藝團 正常的第二梯隊的發展 是可能應該這樣走的 但我們其實這麼多年 都沒有試過這樣走過 究竟你怎樣加法 甚至乎怎樣能夠令到 現在現成在藝法局裡的那些團 其實他們已經留在很長的時間 其實他們沒有流動 或者沒有另一個形式去幫助他們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未必一定要掃去 不一定要做九大 我也覺得九大有另一個難處 因為它也不是… 譬如剛才阿西班牙也說 她也有很多負擔 或者在製作上 或者其他方面等等 用什麼方式去幫助一些 可能已經整理到一些團 或者相對來說 他們可以有多少少能力 去做得到 找到不同的資料 當然這也要再回頭問 因為有些團問的 其實對他們來說 有一個難處就是 當他們要找資料的時候 他們先有資料 才可以找到資料 因為問題就是 每次都沒有資料 正正Victor在說的 他如果有多一個人 去做那個資料的人 那他其實是有機會找到的 你問有些團 我坐在裏面 有時的難處就是 其實有些團他們很想去找資料 但是他們沒有人去幫他做 對他們來說是全來一個世界 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要找一些人 去給他們幫忙 當然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我們有沒有可能 我們再要談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找一些團 或者甚至乎是有其他的資助 或者甚至乎有 因為比較上都是單一的資助 究竟有沒有可能 是要再找到商家 或多元少少的方法呢